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闲淡报社 对于女孩子来说 父亲一直都是一个伟岸的形象 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如果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 假情人变成真情人 还要天天一起洗澡 你能不能接受呢 我们的邻国 霓虹国是一个性文化大国 在那里的孩子 对这一类的信息接触比较早 也没有我们国家那么避讳 那里的女孩子从一出生 就和父亲一起洗澡 甚至在出嫁前也要一起洗澡 但是这并不代表霓虹国的女孩 身心放倒 因为在日本 有很多的父母都不允许 二十岁以下的女孩子外宿 还规定了门线 所以比起我们来说 还是管得挺严格的 会一起泡澡是因为 在日本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在父亲节时 女儿们都会为父亲做三件事 首先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祝福 其次是给父亲写上一份信 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女儿们要陪父亲泡上澡 亲手给父亲搓搓背 这也是回报父爱 最温暖的一种方式 毕竟日本喜悦文化历史悠久 对于日本来说 泡澡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有着 男女混浴的习俗 所以女儿陪父亲泡澡 也就见怪不怪了 为此还有很多日本娱乐节目 也对此报道过 说完日本男女混浴的习俗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伙伴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日本一探究竟了呢 想象一下 一起沐浴时 男孩子和女孩子说 我们有多久没一起泡澡了呢 嗯 大概有十多年了吧 也是挺有趣的 大概如果在国内听到这话 会雷倒一大片吧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情调 还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